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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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會推出的就是 B40CC的T4 AWD 一望的只有前輪傳動 那客人覺得現在路營的這個風潮 很盛 希望有AWD的車 搭配司機的前輪 會被客人的市場 所以我們挑戰的 任務會發表的就是 B40的AWD 再來就是XC90T8C的做法 有四個也是8 這油店我們已經測試一下 這樣放到320萬的幾個車子 第三季推出的是 B90跟B90CC 以及到第四季我們推出全新的XC60 我們希望2025 有100萬的電動車子 到目標之前我們現在就要 持續推出各式各樣的 電動車或是DH11 Post Country這個車子也是 我們會持續去 包括在90、60或40 會持續去加強 今年在第三季我們會推出的是 B90跟B90CC B90的話就是比較性格豐富 它就比較俗意 在道路行駛 B90CC 它有加高的底板 越多風雲等等 所以到第三季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90車型會到齊 另外XC60什麼時候要上 3月7號在日內 網座全球公布以後 百億加比出售 我們的經銷上很多 也獲得很多效果 到底這次比較上 這個目前來講 我們是單一代第四季 所以有時候已經上市 XC60也是在賣 全新的第四季會上市 至於說最新的SUV的計畫 我們各位知道有一個 再小一點 也會在很快的時間 跟大家上市 比如說我們從小型 中型大型的機 到時候也都會完全具備 再來就是安全科技 各位知道XC60上台 推出了很多新的科技 這些科技也會 逐漸的導入在所有 現在的話 全台灣有19個經銷市 居點 現在有兩個完成 到今年下半年 整體的話來講 我們會有全新的另外四個會完成 等於說我們會 北中南幾個大部會區 都會開始被開到這個 全新的什麼VRE的展開 以後 到了我們摸摸摸摸摸 以後沒有所有的接待成員 出來的話 就是你們即使在跟你們一樣 消費者會覺得更親切 更個人 第二個 我們整體的效率會更生